這是道具,口香糖 這是一把道具的鎖 待會大家可以再看我用口香糖開鎖的過程中 你就知道為什麼口香糖能開鎖了 我專門拿透明鎖來給大家看 像這樣子,一把鑰匙插進去 一把鎖裡面是分上下排珠 當正常你把原裝鑰匙插進去的時候 中線會平,平了以後才會開 對不對,像這裡 它在中間是懸了一排 但是像這裡的話,它還是有 它還是有下面 它還是有下面的話,還是有一排珠子的 就是剛好是混合到這個尺 這個尺落這裡的那種珠子 這個口香糖開鎖就是 當我們用嚼過的口香糖 記住,一定是嚼乾的口香糖 稍微乾一點的口香糖 來填充在這裡面的時候 我們可以用鐵條 什麼之類的插進去 它紮實了,這個鎖自然就會開 正常形容下,好開一點的話 用這種空白的鑰匙 或是說,其實這個鑰匙是職業鎖匙 有些人才用的 或是你跟其他人借一把 借一把開不了鎖的鑰匙 你看,隨便跟人借一把鎖匙 鑰匙開不了,但是也可以用來做填充物 像這種的,用一把鑰匙來做 擠壓的填充物會比較好 隨便什麼鑰匙開過尺的都行 你看這把是開不了的對不對 我待會就用這個來填充它 我來把這個鑰匙夾住 這樣就夾好了 捲捲捲捲捲捲 這樣夾,可能夾得好 來,那這時候的話我們就開始填充一下它 隨便拿一把鑰匙是 這把是開得了的 原則不要它 這把是開不了的鑰匙 我只是用它這個來堆 它好好推進去而已 沒用的 來,我把這個鏡頭要不要調低一點 讓大家可以看到這個過程 填的過程 這個樣子 好不好看得清 OK,那我就開始填了 要比較乾爽一點的那種才好啊 大家看 一般填它的話是用拉長它 拉長它 拉長它這樣子好甜一點 這個呢,最好是沾點口水的 大家不要嫌髒 沾點口水的話就防止它黏嘛 這樣就可以推進去 大家可以注意看到這個 有一點點的變化 這樣推進去 推進去 推進去 一般情況下呢 我們用鐵絲 啊,什麼之類的東西 也能也能填 拿長一點 這個 填這個東西呢 原理它事實上非常簡單 它無非就是利用這個壓力 把這些 口香糖是軟的嘛 它壓進去以後 它就會把下面那些珠子 這樣子 它會把它全部頂上去 把兩排珠子全部頂上去 這樣子的話呢 它那個 就可以 可以做行程開啟了 我繼續頂它啊 要填紮實 一般情況下 一兩分鐘可以填好 有些人填的比較快 像我就是屬於填的媽媽 我知道這個原理 但是平常我是不用的 因為它這樣的話會損壞你的鎖 只是用來江湖救急的時候 比如說太深夜了 剛好手上又有口香糖 然後的話 鑰匙沒有了 找開鎖公司不方便 就用這一招來 江湖救急式開鎖法 一般情況下要 兩片 用兩片口香糖嚼出來 那種比較好一點 夠一點 因為一片的話 有時候鎖鹽比較大的 可能不夠用 但如果說小鎖鹽的話 夠用了 像我這個是兩片口香糖 大家看見沒有 看看下面沒有 第二顆珠子 它已經開始慢慢的擠過來了 擠到這裡來了 是不是 是不是 當我完全把它擠到扎扎實實的時候 這個這把鎖 所以想怎麼開就怎麼開了 它已經廢了 其實 像這種填蔥的方法的話 還可以用那種肥皂 用肥皂也能填 但是肥皂呢 就要用條把它切成條 條狀的塞進去來填它 你覺得扎實了 就可以試一下 領一下它 看看能不能開 我試一下 能不能開現在 還差一點點 但是它已經鬆動了 說明還差一點點沒有填緊 那我就繼續填它 我再繼續填它 試一下 試一下 再試一下能不能開 可以了 已經打開了 我把攝像頭再調一下 調回原狀 拿出來這把鎖 我已經填好了 大家看到沒有 它把這些東西 它底下的第二排珠子 全部擠壓到上面了 看這裡已經空了 這裡全都是口香糖了 所以說這把鎖 就等於是廢掉了 沒用了 看 這就是口香糖開鎖的原理 大家江湖救急的時候可以試一下 正常情況下不要隨便用 因為這把鎖就等於廢了 好 先這樣子先了 下次呢 我剛剛再給大家錄製一點其他稀奇古怪的視頻 我最近在找題材 找不到什麼題材 先這樣了 拜拜 拜拜